一心呢 他这个宝宝快出生了 这个再三个礼拜 对 然后嫁给老虎牙齿的老板 听说你们差24岁 对 我们差两轮 那听说那个婚要结的时候 家里是闹家庭革命的吗 我跟我妈还有我的 自己有一个事业的合伙人 两个人 都是都跟我妈一样 就是都非常非常疼我 然后我的合伙人 大姐跟我妈妈 两个人都一整年 几乎不跟我做任何的碰面 然后连我要约吃饭 他们也都拒绝 所以那时候家庭革命 算是还蛮长的一段时间 然后有趣的是 我跟我先生 其实在认识的时候 我们在也不算dating 我们认识了第一年 因为都在谈合作 我自己的品牌 跟他的品牌 就有做一个联名的 胶原蛋白软糖 所以我们很常出来碰面 跟聊一些行销的东西 聊了一整年 每个礼拜几乎吃一次饭 可是他都没有 任何越局的行为 到后来我一直想说 他应该是同性恋 因为那时候我刚好在 我真的我在大陆拍戏 我在吃他们的胶囊 然后制片就在跟我聊 他说你在吃什么 就说老虎牙子 他说老虎牙子 我知道他当年为什么离婚 有小三介入 就讲得会声会影 我说真的 然后他就补了一句 而且对象是个男的 然后他说OK 所有事情都make sense了 我们就是也这样子 见面了一整年 Dobl Mansion没有对我 伸出任何的魔手 也没有任何的你知道过多的要求 不合理 所以不合理嘛 我讲得好歹也还OK 我会想说他的黄金单身 和只是个幌子 他一定就是同性恋 百分之百事 那后来真的也花了一年多时间 就证实了他不是 然后两个人在一起之后的 头一年又遇到家人的反对 所以我们也是这样子 耗了还蛮久的 最后才终于就是 步入婚姻这个阶段 妈妈有多反对 反对到是一整年就是 母女完全就是不见面 然后我的合伙人士就是 跟我说我们的合作关系要 基本上被压到律师楼 就是压着签字 你要跟这个男生在一起 那我们的合作就 就要打断 合伙人是男生还是女生 女生 然后所以他也像我的妈妈一样 他就把我当女儿在照顾 然后甚至我的合伙人 曾经也半夜打给我老公 啪就是咆哮的那一种 就是说意思大概就是说 这个女生这么年轻 然后就是不要骗财骗色的概念 对 因为那时候 我们其实也花了很多的时间 转型就是往女企业家这边走 那我们自己的品牌 也算是在第二年 就做出蛮好的成绩 那所以那时候其实 很多综艺节目都不上 就都专门只上一些财经的啦 或是节目的专访 就是真的转型 当一个女企业家的概念 那结果才转型了大概三年 结果就遇到我老公又在一起 那整个大家只要一结婚 大家整个的概念就觉得说 你嫁入豪门 然后你就是靠男生吃饭 怎样怎样 所有负面就会把我前面那几年 累积的所有的名声 可能就一次fail下去喔 然后后来确实还真的结婚的时候 就很多的人就是 男生酸民就会在那边留言 但是很多女生的正义的女生 也会说刘欣自己有赚钱啊 他有花点有自己有品牌啊 他能力也不错啊 就女生会帮你fighting你知道啊 可是男生就会说 哎呀 你们女生 就是看我们男生怎样怎样 因为他们请不到你嘛 就是让人说这样的话 对 就是那个当下 你知道心里也会很挣扎 因为觉得说 我们自己的事业也终于做起来了 结果被大家这样子误会 所以那时候家人是超级超级反对 妈妈反对的理由是什么 就是说第一个我太年轻 我老公的年纪比较大 然后再加上我 她老公是49年次 对对对 1960年 然后我们都数老鼠 所以真正的就是刚好差两论 你不是那时候你几岁 可以问吗 我那时候两年前33 可是刚好试婚啊 不会觉得很适合吗 就是我试婚 所以我就 那时候我也跟我老公说 我现在是在Golden Age中 完全一个试婚 事业有成 成款也OK 然后我又是一个 颜值高 还OK 就是我已经跟Randy 可以随时结婚了 那我妈觉得说 我的老公年纪又大我两论 那年纪这么大 然后又这么20多年都保持单身 那会不会可能个性上不太好 或者是这个人 绝对不可能想要结婚 所以你跟他交往可能会被骗 所以 不过你那个还不算怎么样 你是30几岁 那你们的那个gap是多少 24 24 我爸爸和他的老婆是30多 哇 而且他是19岁 处女的时候 so it's a big difference 我觉得 等一下我们请李姚大师来 对啊 哎 七月不要这样 我可以代表他了 因为我们整个家都知道 他的这个情况 因为他 你也有被你妈妈有受压力吗 你妈妈也 你妈妈跟他年龄一样吗 没有妈妈比他小一点点 OK 比你老公小一点 哎 没有大一点点 大个几岁 妈妈属鸡 妈妈属鸡的 然后我老公属老鼠 哦 那这样四岁 四岁吗 所以我爸爸也这样子嘛 所以那个妈妈 他的太太 他太太的妈妈怎么讲 岳母 就是说我把他跳河 他们住南港嘛 我要跳河 这真的要跳 你懂吗 就是这样子 我相信你也会遭遇到这些的 然后我爸爸也说过这个 关于婚姻就是一个坟墓 我们做个特写 结婚就是爱情的坟墓 你必须负社会责任 结婚戒指 儿女都把你捆住了 被捆住了以后呢 社会道德法律 所以结婚因为爱情 就是可能结的婚 所以呢我 完了最后你结婚以后呢 你就变成家里不如一条狗 因为大家都比你重要 你知道吗 所以他也会说 因为我家里关系 其实从世俗的标准看 我可能不是一个好的家长 因为年纪太大了 你看他跟他的儿子可能 六十几岁跟才生小孩子 你可以想象 是不是Grandpapa 不是一个Granddad 不是个Daddy 因为我不管事 不管事 这个是很可怕的 因为你以后要去 让你先生管事 因为他已经是 不只是第一个孩子了嘛 对 一定要管事 因为年纪越大 他可能比较懒散 有自己的事业 我老公跟我讲一件事 他讲了好几次 非常认真 他说等小孩子生了之后 他回家雇小孩 我去办公室上班 写下交易啊 因为我觉得他之前 有一个遗憾是他的 前妻跟他生了小孩子的时候 那时候在他事业正在 起飞 所以他是很忙 所以他完全是 没有经历过那一段 所以我问他很多说 怀孕的时候会怎么样 养小孩怎样 他说我完全空白 我那时候在事业中 所以他错过了那一段 美好的时间 所以到现在他是非常 期待的 这个背景要讲一下 这个依馨的 现在的老公 他这个是老虎牙齿的老板 那他的前妻是 哥伟如 也有生嘛 也有生 生了几个 一个 一个男生 现在多大了 25 25岁 对